接下来要讲的叫做噪音 听起来不舒服的声音叫做噪音 不过这种话叫做不科学 这种话叫不科学 因为有些声音你可能你听起来很好听 我听起来快要抓快要抓狗 那在科学上或者是说在法律上 所称的噪音是后面那个 超过管制标准 太大声 太大声 所以你在不适当的时候 把你们的贝多芬的 加上取放的超大声 那也叫做噪音 不要告诉我那叫世界名曲 就是噪音 它太大声 噪音会干扰生活 对身心有不良影响 我们以前应该看过一些 影片 给你讲这件事情 那噪音怎么来的 有工厂 有营建工地 我讲过了 那个旁边仰折在盖的时候 是比较没有什么声音的 旁边这个高导物在盖的时候 声音超吵 非常大声 那旧的一些基建 旧的打装设备 抗抗抗抗抗 很吵 交通工具 汽车 机车 喇叭声 窃过去的风切声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宠物 乱叫 小孩乱哭 温商喜庆 游行示威之类 那噪音防治的方式 就是改善生活喜爱 然后减少制造噪音 选用低噪音工具 这大概每一个冷气机 几乎都标榜 它是安静无声的 这是因为古说冷气机都非常吵 所以后来就强调说 我的冷气机安静无声啊 听噪音 然后呢有隔音设备 高速公路上面中间的那些树 一个方法就是挡光 挡住对象来车的灯光 另外就是它能够吸收声音 减少噪音 或者是一些 高下好像有一些隔音板 隔音板 然后隔音墙 然后挡住声音 减少噪音 就是一些东西 很简单 看一看就好了 这个是立体 这个立体的类似题 基策考过 基策考过的类似题 Doremi Faso是什么东西啊 Doremi Faso是什么 就是音阶嘛 声音的高低嘛 声音高低是什么东西 音调 所以呢 这个就是音调 所以答案就选B 类似的这个的考法 基策考过 基策考过类似的考法 那请问你谁是用分费做单位 可爱大美女是吗 可爱大美女 11 11号 谁是用分费做单位 2 A 强弱 声音的强弱就是声音的大小声 就是所谓的响度 它是用分费做单位 接下来有人说 喂 你知道是谁 家里在楼下按电里 叮咚 谁啊 我啊 你没有说 你说我啊 大家知道是你 这是利用什么性质决定的 知道 可爱大帅哥 大帅哥叫做几号 30 提供啥 音频 音频 音频就是音色 音色就是音频 理化老师教音频 音乐老师应该教的是音色 意思一样 声音的特色 声音的特色 然后可以文声变人 就是因为音色不同 这里是一些简单小问题 OK